那首先的話當然第一個,背景把它做成,它這第二題是說的 讓那個背景的影像看起來模糊,較模糊 而且色彩的飽和度不高,色彩飽和度,所以其實這邊的話 它其實就是會考你兩個部分,一個是 如何讓那個背景模糊 那模糊當然有很多種模糊,不過就盡量接近它 色彩的飽和度把它降低 那怎麼樣把這兩件事情做完,首先第一個我們先 切到背景圖身,背景的話是這個 所以記得要先點到背景 然後這個會擋到的話,你可以把眼睛這兩個圖身 先把它關閉,它就會只看到背景 那因為這張背景圖 第一個看起來比較明亮 它有點像夏天的一個午後的,太陽陽光蠻大的 可是我今天希望能夠看起來有點像比較像秋天或冬天 然後灰灰暗暗那種視覺的感覺 所以我可能會需要第一個 把它色彩的飽和度要降低 然後呢 如果要凸顯那個主要的那個水管 或是將來你的土要放上去的話 那你基本上呢 就盡量把你的那個背景 把它做模糊的效果去掉 那 OK 那接下來的話怎麼做,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把它怎麼做模糊 模糊部分的話你可以用濾鏡裡面 特別是濾鏡裡面有一個模糊的效果 那實際上這些都可以,濾鏡 裡面的模糊 那至於哪一種模糊是比較OK 一般很常用的就是所謂的高濕模糊 所以如果你今天希望能夠把那個背景給去 弄得有點模糊 的效果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高濕模糊 這個高濕模糊呢 做出來的效果有點像是你現在用那個 單眼相機 如果你單眼相機 假如說你有用過單眼相機 如果你用那個長鏡頭來拍攝 一個人物的話 他會把景深 變得很淺 所謂的景深就是說 人的部分很清楚 背景的部分呢 變得很模糊 OK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沒有用單眼相機來拍的話 可不可以做出那樣的效果 其實也可以 我們可以怎麼 一用濾鏡裡面的模糊 用高濕模糊 那至於模糊多少 大概的數字強度大概調6左右 至於 能不能跟那個背景完全接近 按確定看看 其實你也可以自己來調一下 我只是大概 OK 那現在的模糊程度大概跟他差不多 可是 色彩的飽和度這一張是蠻高的 所以如果要降低色彩飽和度跟這一張一樣的話 第二個還要做什麼 影像裡面 你可以看到一個調整 調整裡面有一個叫做色彩飽和度 有沒有 色相飽和度 你可以從這邊再做調整 所以模糊用高濕模糊 大概調到6左右 那色彩飽和度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降低 因為他現在色彩飽和度很高嘛 所以我要讓他有那個冬天 灰灰暗暗的效果 你可以 色彩飽和度 那怎麼把它降低 特別是 有沒有看到這個飽和度 你可以把飽和度降低 它0 你可以把它附 有沒有發現 越向右邊 它這邊整個灰灰灰色 OK 那你可以 大概調到我大概試過 -60大概差不多 OK 那其他的 細節 像色相 明亮 要不要調 你可以自己再去 根據那個最後完成的這張圖 再調一下 好像已經很接近了 但是好像又有一點點 不太 一樣 不過大概差不多就可以了 盡量 調到越向越好 OK 所以這兩個地方 就是 濾鏡裡面的那個膜糊 高濕膜糊 還有一個就是影像裡面的調整 攝像飽和度 OK 另外順便提一下 就像我剛剛 提到的那個 就是 圖的部分 比如像這張圖 實際上我是從哪邊來的 我其實是從那個 就是 我自己的部落格 OK 我部落格之前有整理 因為 之前有放了一張照片 不知道哪一張 這邊 去那個日本東北那個 做新幹線 去秋田的時候 這個秋田新幹線 然後拍了一張照片 當然我就把它另存新檔 如果說我今天 要把這張照片怎麼樣 放到這裡面來 當然我另存新檔 然後把這張照片 OK 然後把它丟進來 把它拖拉到這邊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做出剛剛講的 把自己變得很清楚 比較清楚 把背景呢 變得比較模糊的話 有點像那個單眼相機拍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我剛剛講的 一 你可以先把自己選取起來 選的話 不過我大概選一下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沒辦法選得很細 我大概就把自己繞一圈 邊邊繞一圈就可以了 不過真的不好繞 OK大概就可以了 因為這個 這個 這麼好笑嗎 這是我本人 好 接下來做什麼 如果要把背景去掉 你又把它反轉 反轉之後做什麼 反轉之後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現在直接 把它加濾鏡 模糊 用高濕模糊 你會發現 如果我今天呢 本來的 這個新幹線是長這樣 如果把它變模糊之後 你會發現 背景就去掉了 然後再來就把它取消選取 就OK了 不過你會發現 有一個地方可能不太OK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選沒有選得很精細 有沒有發現 所以 好像這邊有漏一些破綻 有沒有 那怎麼做 會比較OK 我建議各位喔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時間選的話 還有一招蠻好用的 就按右鍵 你會發現這邊有語化 所有的語化就是說 讓那個選舉區域 不要那麼清楚 也就是說語化 我大概 給它30個像素吧 讓這個邊緣變得很柔和 然後你再去 加濾鏡的話 這個就比較 不會那麼 看起來那麼 那麼明顯的破綻 按右鍵把它取消一下 有沒有 OK 我還是有啦 可以再調大一點點 你不仔細看的話 基本上已經 相對的OK 那這個效果 有點像是 如果你沒有單眼相機 理論上 要做出 拍出像這樣的照片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拿那個單眼相機 然後那個鏡頭 會長一點點 讓你光圈稍微調大一點 就可以拍出類似的效果 有沒有 如果你有學過攝影的話 應該知道 那這樣的話 就景深比較淺 不過一般 我們手機啦 要拍出這樣的效果 好像現在有蠻多那個新的相機 可以 不過它標榜就是說 你不用單眼相機 也可以具備有景深功能 可能 可是問題是 可能要比較高階一點的相機 才有辦法 要不然你就透過後置吧 像這種東西 Photoshop來說 並不是 太困難的事情 OK 其他的話呢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背景 去掉 待會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後面的題目 後面的話還要做什麼呢 Water塗層 讓它呈現有什麼 水流出來那個效果 OK 畫面先黃點 各位試一下 好嗎 來吧 感谢观看